从普通素人成为顶流代表 肖战到底经历了什么 刚成明确又遭全网封杀 连央视都亲自出面力挺 肖战到底隐藏了什么身份 1991年 肖战出生于重庆 原本他的父母想为肖战取名肖赞 但因为赞这个名字过于小气 所以他的父亲就直接给他改了肖战 肖战的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他也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不仅长相出众 学习能力也很强 父母为了培养他的兴趣爱好 还为他选择了各种的特长班 对此肖战并没有抵触 而是很用心地学习每一个特长 但真正坚持到最后的只有画画 本因为肖战是科班出身 不想深入了解后 才知道他和普通大学生一样 参加完九年义务教育后 肖战凭借优异成绩 考入了重庆工商大学设计系 肖战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所以他很快就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就连很多社团在招心时 都会选择让肖战过来充门面 在大二的时候 肖战就和朋友创办一间设计工作室 靠着设计赚取基本的生活费 到大三号 肖战就基本实现了经济独立 连肖战都以为 未来的他将会是一名出色的设计师 但2015年的时候 肖战的人生出现了转角 然肖霸少年节目做 想要邀请肖战过来参加 肖战本来打算去找找见识 所以直接答应了对方的邀请 但肖战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 在训练营当练习生时 因为没有任何的舞蹈基础 所以他只能拼命地练习 这样才不会拖同组的后腿 而评委觉得他发音不稳 肖战就利用空余时间练习唱歌 直到嗓子达到极致才会停止 虽然肖战只是一个素人 却还是凭借出色的表现 成为X9少年团的一员 但娱乐圈并没有想象的简单 对于一个没有人气 没有资源的小白雷说 这条道路并没有想象的容易 在肖战出道的两年里 因为没有公司力跑 所以他一直处于不复出的状态 平日里的花销 他还要靠之前攒下的积蓄 但肖战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利用着中间的时间努力改变 在人少霸少年中 肖战曾被指责 眼睛无神还驼背 现在肖战正好利用低迷的时刻 努力练习眼神和站姿 而体重也由原来的150斤 减到了130斤 当然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等待一个机会 在2017年 肖战在斗破仓穷中 客串了一个武族轻重的角色 可就是因为这个角色 让狼殿下剧组对肖战产生了兴趣 并且邀请他出演男二号 当然 让肖战彻底爆红的 还是和王一博合作的古装剂陈情令 这部剧刚刚上映 观众就被肖战超高的眼睛和演技所吸引 甚至开始疯狂地搜索关于肖战的事情 此时网友们才知道 肖战并非是科班出身 他和普通大众一样 也经历过找工作 创业 打工这些过程 虽然肖战从出道到爆红 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但可能是网友在肖战身上找到了相似点 所以对这个男孩也变得更加喜欢 本以为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肖战的事业将会再盘新高 没想到因为R27事件 让肖战的事业和名气瞬间跌到谷底 在2020年2月27日 肖战的粉丝 因为不满有人写关于肖战的同人文 直接将AO3和Loftar两大平台举报 因为大批量的举报 这两个平台无法进行正常运行 就连其他网站也受到了牵连 虽然是粉丝挑起的事端 但网友却把责任推卸到肖战身上 因为此事 很多网友开始征讨肖战 这本就是肖战粉丝自作主张决定的 但肖战却因此遭到全网的封杀 连带陈情侣的热度也开始下降 而肖战主演的电影《朱仙》 更是直接被打成一分 之后关于他的广告代言也接连被下架 当时国内还在受疫情的困扰 所以肖战最初并没有做出回应 但随着事件越演越烈 肖战只能出面替粉丝道歉 其实肖战一直是个善良的男孩 不做回应是不想占用网络公共资源 毕竟在肖战的心里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 不可否认的是 R27事件对于肖战来说 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就在所有人都跟着大流远离肖战时 央视却偏偏要唱反调 不仅亲自出面力挺肖战 甚至还把肖战当成C位宠儿 不管是红歌会还是特殊的节目 都会亲自邀请肖战到场参加 央视是一个比较有权威的平台 也是所有明星向往的平台 但这次央视为何会力挺一个 劣迹斑斑的艺人呢 这也让网友开始怀疑 是他们误解了肖战 还是肖战还有其他隐藏身份 其实这些都不是原因 我们再回到R27事件 这本来就是肖战粉丝引发的事端 跟肖战本人并没有直接关系 而且当所有人都在对他谩骂时 肖战不仅没有理会 反而默默地帮着国家一起抗议 仅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央视出面亲自力挺 当然 央视是一个公正的平台 并不会因为舆论的方向辨别是非 在央视的心里 肖战就是一个充满责任感 充满正能量的人 而这样的人值得他去推崇 因为央视的大手笔出面 肖战成绩一年后再次复出 不仅出演了抗议电视剧 还出演了央视力推的军旅片 王牌部队 之后央视的一些公益广告 他会邀请肖战过来参加 目的就是传扬肖战身上的正能量 当然 央视对肖战的宠爱并不止这些 斗罗大陆作为春节档节目 原本就备受网友们期待 但央视却将二番播出时间 直接定到2月27日 对于这个日子 我们并不陌生 当初的227 一直是肖战还有粉丝心中的痛 但此时央视故意选择这一天 这里面的含义已经不言而喻 就是要洗清肖战227事件的冤屈 从去年2月27日到今年 肖战终于从谷底再次登上了高峰 成功路上都要经理很多坎坷 而这些经理不仅没有压垮肖战 反而让肖战变得更加坚定 如今肖战的新剧马上就要播出 而央视再次出面 直接将新剧换到自己的平台 对此很多人调侃 肖战真的是央视的宠儿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不仅是对肖战实力的认可 也是因为肖战确实值得被人喜欢 对于这样的肖战你喜欢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